也對 可是問題好奇怪喔 今天要聊月經 怎麼是男人比女人還了解女人 沒有 男人更要懂 比女人更了解女人 男人不懂的話 每個月就會有一次 會被地雷炸到 沒錯 有嗎 所以因為我們只要MC來 就會發脾氣 發火 就會出在老公身上 對不對 這是正常的 所以男生也要注意 蛤 這是正常 你都不能了解女生多痛 正常MC一來 痛真的是生不如死 但痛一定要想辦法解決 不然每個月這樣 其實會影響家庭生活 我也覺得 可是 你再說一老婆是不是 以前她也會痛 對不對 但後來經過好好處理以後 現在都還可以 唉唷 喝了一個處理姐 終於在這裡 給老公處理一下 但是我們今天 要來了解一下 所有的女生 如果MC一來會痛 是不是身體出了狀況 那她只要每次來都痛 就要看醫生嗎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女生都會覺得說 MC來為什麼要看醫生 痛是很正常的啊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這些狀況 好不好 哪種經痛的狀況 一定要看醫生呢 第一個 每次來都痛 很多女生每次來都痛耶 我妹妹每次MC一來 她說 我好累喔 好痛 我說你真的很誇張 我每次一看到她 感覺提不起勁 我就知道她MC來了 要來了 很多女生都這樣 每次來都痛 每次來都要看嗎 也有可能是體質啊 也有可能是體質 這個就可以帶到說 我們西醫來講的話 筋痛可以分成原發性筋痛 對 跟續發性筋痛 對 原發性筋痛比較像是體質造成的 哦齁 所以假使每次來都是這樣子的感覺 有時候 倒也不一定會有什麼大的問題 哦 了解 所以如果她每次來都痛 就可以找中醫調養 因為講到體質一樣 也由中醫來講嘛 對 那其實體質這個東西是可以改變的 可以改善的 先天給你某一個體質 你一定可以把它改變成 不會痛的體質 嗯哼 對 好 OK 好 可以來調養看看啦 好 第二個 痛到不能站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都這樣 我是痛到在地上打滾 如果出現這個狀況 應該是很嚴重了吧 李醫師 對啊 一般來說 原發性筋痛比較不會到 那麼劇烈的程度 對 所以這個是後發性的 比較有可能 如果真的痛到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後發性可能是你的子宮卵巢 出現問題 對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 有些異狀 哦 那如果第一個跟第二個都有的話 就要看醫生喔 給醫生看一下 好 接下來第三個 旌旗期間都痛 就是 只要來七天 七天都痛 有這麼誇張的嗎 應該有 有嗎 其實後面 通常不是都是 譬如說 要來的前一天會不舒服 然後來的時候很痛 前三天很痛 接下來就 比較不會那麼厲害啦 因為這個就變成是 它一定是有某一些 底下的原因造成它的筋痛 所以造成它疼痛的程度 疼痛的時間都在改變當中 都在改變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要小心看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它筋痛 了解 好 那第四個 旌旗結束 還在痛 也太可憐了吧 不會是假裝的 對啊 真的太誇張了吧 這是假裝性 就是要求男朋友要做動作息就對了 這個其實也是表示疼痛的時間 持續的比較長 如果旌旗結束都還在痛 那就很奇怪啦 對不對 這就一定要看醫生 所以 第一個來 第一個如果有發生的話 不見得一定是真的身體有狀況 但是如果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你全部都有 那真的一定要看醫生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請醫生來幫我們回答一些問題 針對筋痛的問題好不好 請問 子宮是不是長肌瘤就會筋痛呢 請舉牌 兩位醫生都說不對 怎麼可能 陳醫師 肌瘤就是你肌肉多長一塊肉在那邊 簡單講 可是不會痛嗎 這個肉不一定會讓你覺得痛啊 哦 所以它跟筋痛 跟痛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沒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筋痛的原因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對 那剛剛講了很多原因很多狀況痛嘛 來之前痛 來的時候痛 來之後還會痛 對 那以中醫來看就有代表不同的原因 因為其實剛剛講說女生很可憐 每個月會有筋痛 對 但是我覺得女生這樣還比較好 為什麼 筋痛就代表你身體一定有某個狀況 提醒你可能出狀況了該去看醫生了 對 男生沒有啊 對 可能已經到很嚴重出現狀況了才去看 才去看 也有道理 所以現在就走著進去躺著出來 這樣好像有點嚴重了 為什麼男生的平均收入比較低一點 對 哦 好像也有道理耶 所以你說子宮肌瘤 那子宮肌瘤有可能某個體質導致你子宮肌瘤 那這個體質也有可能導致你筋痛 像中醫講可能寒氣太重或瘀太多的人 其實血瘀的人可能會有子宮肌瘤 這個瘀也有可能讓你筋痛 所以並不是只從肌瘤讓你筋痛 而是這個共同的原因讓你筋痛的 不是等於就對了 那李醫師呢 肌瘤 你也覺得不是 不是 肌瘤有要看它的尺寸 有大有小還有位置 像有些病人他基本上他的肌瘤都是 一兩公分兩三公分 對 他們問我說是不是因為這樣筋痛 我就跟他們說根本不用擔心 對 這樣子的大小的肌瘤不會疼痛 所以要看肌瘤的尺寸 還有位置 不一定長肌瘤越近的量就會多 對 要看它有沒有影響到子宮腔的狀況 哦 了解 所以它等於是不對等的就對了 對 要看有沒有造成症狀 了解 那如果說長期的便秘跟頻尿 是不是也是子宮有肌瘤性的可能性 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假的 為什麼 一個大石頭 往前壓壓到膀胱就會頻尿 往後壓壓到就不順 真的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肌瘤 是不是一定要開刀把它拿出來 不是 不一定 可是它不會越長越大 如果越長越大 當然就要評估手術的可行性 哦 了解 不然的話其實主要還是要看它的症狀 對 它的型態 它的大小 了解 但是還是一定要去門診看一下醫師 讓醫師決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這怎麼唸啦 亞蘇 亞蘇 他說為什麼30歲的女生 這麼容易長肌瘤 她好多姐妹都長了 肌瘤會傳染 會傳染 肌瘤會傳染 會嗎 還是肌瘤會遺傳 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多人會長 有可能性 會不會是跟我們飲食也有關係呢 我覺得 真的耶 因為真的不知道吃了什麼東西到肚子裡面 是不是 譬如說 荷爾蒙什麼東西吃太多 可能是 譬如說雞吃太多啦 還是什麼 其實講起來肌瘤還是跟女性荷爾蒙有關係 有關係 但是現在大家可能吃的東西 或是說生活作息不正常 對 不運動啊 這些的 真的有蠻多年輕的女生在長肌瘤 那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 30歲以上的女生比較容易長呢 其實都會耶 沒有說 都會喔 不見得是30歲 可能她剛好碰巧 不過以中醫的角度 長肌瘤 剛剛講過肌瘤 大概就一個氣至血淤嘛 對 那肝經通過喉嚨 或假裝腺有問題 對 胸部可能會纖維囊腫 到子宮就肌瘤 剛好肝經通過這些地方 對 那我們講肝氣就跟你的壓力有關係 所以很多人 可能個性比較壓抑的人 壓力比較大的人 或那種很急的人 都有可能會氣至血淤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 有這些病狀 都很容易長肌瘤 對 就肌瘤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你看很多人 為什麼30歲的 左右開始長肌瘤 因為你可能該結婚還沒結婚 開始有壓力 開始出社會要工作 或者是一結婚 嫁給不對的老公 壓力很大 對 好小我沒有 對 因為30歲大概介於這個年紀嘛 要結婚不結婚 嫁得到底好不好 壓力也比較大一點 要不要工作 要回去生小孩 什麼大堆壓力 沒錯沒錯 那但是子宮肌瘤是很嚴重的病嗎 以女生來說 我覺得至少就是要追蹤 要追蹤 對 通常所謂的嚴重應該就是說 8公分 10公分 還有造成 像我們前面講的那樣的症狀 8公分 10公分很大的耶 很大很大 我拿過最多的最大的 最大幾公分 這個直徑大概是10 直徑是10 這個大概10公分 8到10公分 這麼大 對啊 這麼大肚子都變成了嗎 這個還算OK的啦 真的 有一些是1.5公斤耶 大概跟籃球一樣大 不是 那這樣子肚子會很大耶 很大 對他們就說最近好像變胖 腹部也比較變寬 但是其實是肌瘤 對 我就有一個病人 他要來減肥啊 要埋線 我就摸他肚子 奇怪 肚皮沒有很厚 但摸下去就有一個陰硬的東西 在那邊 減肥 你去副產科看一下 結果這很子龍肌瘤 是喔 他會不會以後說 我突然在運動 這是腹肌 對啊 不是肌瘤 這也不太行啦 不是腹肌 還是要檢查 因為我覺得身體如果有異狀 一定要做健康檢查 這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超音波看一下很快 對啊 超音波 而且又不痛不一樣 肌瘤一般是 有的時候五公分以上 就要處理嘛對不對 對 看有沒有症狀 可是肌瘤會有症狀嗎 肌瘤會啊 如果長肌瘤 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知道自己長肌瘤 造成的症狀 通常就是月經多 不會停 血快 時間很長 不會停 你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你月經 來一個多禮拜 兩個禮拜 排輪的時候又出學 然後出學完 隔一個禮拜又開始出學 就變一個月 沒幾天是乾淨的 天啊 如果這樣子要受孕也很難 有肌瘤會影響到受孕的恐怖 真的 那要很小心 好 接下來我們下一題 請問兩位醫師 子宮肌瘤不治療 可能會變成癌症嗎 請舉牌 這是我覺得 一般女生會想到的問題 會擔心喔 為什麼李醫師說 中間不一定 不是說不可能 不會說不可能 因為我們講子宮惡性肉瘤的話 它的機率是十萬分之一 它不是零嘛 所以我舉中間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還是有可能機率會 還是有可能 但是機率相當低 病變就對了 可以這麼說 機率相當低 好 像前一陣子是有一位美食家 含釀露小姐 它就是子宮惡性的肌瘤 惡性肌瘤 所以還是要檢查比較 所以如果有長肌瘤 是不是得定期追蹤 要 要定期追蹤大概多久 半年還是一年 半年左右 如果都沒有症狀的話 半年就要追蹤一次 半年就要追蹤一次 好 還是要注意一下 好 接下來第四題請問 長期經痛也有可能是 卵巢癌 對嗎 請舉牌 陳醫師 你猶豫了 我覺得卵巢癌有可能 你會痛 但是經痛不等於 一定都是卵巢癌 因為經痛的原因真的太多了 對 經痛到底是子宮還是卵巢呢 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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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都有可能 待會後面好像會提到 喔 了解 那它有可能會是卵巢癌嗎 基本上卵巢癌是沒有症狀 是沒有症狀 是沒有症狀 對 那它基本上是靠 通常就是腹脹啦 對 或是說 欸好 月經好像有點異常 但是通常不是經痛 通常不是經痛 來看醫生的 喔 了解 好 只要有持續 譬如說出血不斷 然後有血塊 或者是跟你平常不一樣 這就要注意了 對啊 因為自己的狀況 自己最清楚 沒錯沒錯 好 接下來 那我想請問一下醫生 如果小孩多生一點 有沒有可能能夠預防卵巢癌 李醫師 可以 真的假的 那我生兩個夠多嗎 不行 還要再問 真的還假的啦 沒有啊 基本上懷孕的時候 對女生來講 就是一個休息的期間 對 她的在那段時間 她的身體就不會有 那些荷爾蒙的刺激 那卵巢癌 子宮內膜癌 這些其實都是受到 內分泌的過度的刺激造成的 所以 人的一生當中 能夠有這兩三次機會 讓身體休息 對 對於 不管是剛剛講那些 惡性的東西 或是 後面我們會講 子宮內膜異味症 它都是一個改善的機會 對 都是改善的機會 甚至有些人 懷孕前很不舒服 懷孕後都好了 對 有些女生就這樣 所以生小孩就是好 真的 對 你也提上生小孩對不對 但千萬不要未婚生子喔 好不好 要準備 要準備好了 好 萬全的準備 好 我們看一下留言 林君Mini是不是 她說 我有朋友驚痛得很厲害 結果去檢查是巧克力囊種 要怎麼預防 還是要定期去做檢查呢 巧克力囊種會影響嗎 巧克力囊種跟剛剛的那個 子宮肌瘤有什麼不一樣 巧克力囊種就是 是子宮內膜異味症 表現在卵巢 對 叫做巧克力囊種 叫做巧克力囊種 它是一些舊的精血 我們表達的方式是這樣 舊的精血 其實在卵巢附近形成一個 好像巧克力火鍋 對 蛤 巧克力噴泉這樣子 真的假的 這樣看起來 我真的假的 這樣我不敢吃巧克力火鍋了 沒有 其實 其實 它的型態感覺還滿可口的 我沒可口 真的就是巧克力的那種樣子 那這樣子會耗發驚痛嗎 會 有巧克力囊種通常都會痛 通常都會痛 通常都會痛 通常都痛得滿厲害的 那所以 它是不是得去清除這個巧克力囊種 它的驚痛才會解決 對 才會解決 所以還是要定期追蹤 其實就是再次想要就很簡單 就是 一般來說 超音波檢查 如果可以 如果說真的不怕打針 可以再湊一下血 看看跟這個子宮內膜異位症 有關的一個 腫瘤指數 對 那用這樣子去追蹤 那如果 追蹤一段時間 其實我覺得因為現在 台灣的微創手術的技術相當厲害 相當厲害 了解 所以接受一個手術跟 20年前肚子都要打開 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概念 對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有巧克力囊種 然後他也是長期的驚痛 然後導致沒辦法懷孕 沒辦法受孕 後來他真的受不了了 他就去把巧克力囊種給處理掉 然後一直很努力 努力到 大概努力了六年 然後終於好不容易懷孕 人家的小孩都已經上佛中了 真的 所以 女生的婦科真的很重要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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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